嘿 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咯 看看这是什么 五层大爆浆 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我简直要馋死了 我太久没有吃过爆浆蛋糕了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五颜六色的爆浆蛋糕吧 从哪个颜色开始做起呢 看清我刚刚的颜色了吗 我想在底部来一个深蓝色 听说过吗 蓝色是很有力量的颜色 最近我儿子天天看那个第一家Otoman 那个Otoman身上就是这个蓝好像 我们放在最底端这里啊 哇 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鲜艳的爆浆蛋糕了 我真的缠不住了 前两天我儿子跟我说起来的时候 我一下子我说妈妈也好想吃 嘿 哇 甩上来了 还是奶油好吃 来 我们第二层弄个什么颜色呢 我真的太激动了 我好久都没有弄过爆浆蛋糕了 第二层我们弄一个 亮黄色 好不拉 亮黄色 你们知道我有多喜欢黄色吗 据说今年最流行的颜色就是黄色呢 看到我这个视频之后 赶紧给自然买个黄颜色的裙子 裤子 毛衣 卫衣 哇 太好看了吧 你们知道吗 黄色的亮度可以说是很亮很亮的 特别招人喜欢的一个黄色 哇 好像有一点点都要藏不下了耶 哇 好不笑了 后面挤不下了 后面挤满掉了 不愧是太久没有弄过爆浆蛋糕了 戒指上都给我戴上了一个黄色 这是因为我最喜欢黄色吗 上面来一个紫色弹 香玉籽 我特别喜欢喝香玉味的奶茶 哇 香玉籽放在这里 这太好看了吧 上次那个紫色给陷了下去 你们有没有印象 我今天有个大胆的想法 我想把黄色和香玉籽混一下 你们觉得会出来什么色 一会我们试一下 好 那么上面我们来个什么色呢 来一个 哦 恰恰的绿色的嘛 你们知道吗 绿色可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颜色 我说实话 不管它再受争议 我真的好喜欢绿色的 哦 移出来了 来 我们上面来个什么色 哇 上面当然要来一个恒星高照 看到这个视频的你 在接下来的这一整个月当中 那绝对都是美美满满 开开心心好运当头 说再多都不如把它放上去 哇 这个红色太好看了吧 让它移出来一点 哇 好看 好看好看 把它切在这里 哇 这个爆香蛋糕 我觉得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美 欢迎订我 下个视频我们一起爆开 看看像不像一幅画